小六学生饰演的爸爸从大陆回台 台湾儿子跟老父亲还带着儿子练舞比赛 是你们自己想的吗 我有发展青山国小的武术的特色 就把它加入这个戏剧里面 有小学生自己创意发想的戏剧 最后三代中能同住一起 反映的是台南东山区青山国小的 隔代教养情况 阿公阿妈他们都会去山上采橘子那些 然后用熔岩等等 然后他们就是很辛苦 校内有三成学生都是新著名 或隔代教养家庭 校方为了推展校道 把校亲观念融入各领域的活动 戏剧的演出是小朋友梳解情绪的一个 最好的方式 那把他们日常生活中或家庭生活中 碰到的一些问题 把它融入戏剧让他们来表现 校方还常安排活动 让孩子替家长按摩 落实校道教育 让孩子们从心里了解 长辈的辛苦 心怀感恩 大约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谈的报道